但是今天早上呢 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大概是五到六个 但是只有三支队伍相带来说 比较齐整一些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格斯坦 还有伊朗队 所以这三支队伍 他们的总成绩相加 才能寄出一个团体的总分 像今天早上的中国 香港队 还有菲律宾队 因为派出的选手人数比较少 所以呢 是没有团体成绩 不过对他们来说 今天这场比赛呢 是当做资格赛 这个个人进入到 后面全能和单向的资格赛 对于这种齐整的队伍来说呢 这场比赛就把它当做 男团的决赛来比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双档项目的106号 杨胜超 中国队在 这场比赛 是 感谢观看